今天是日期与时间函数部分 那主要要解决哪些问题 当然包含就是说 在Excel里面有关日期的计算 或者是时间的计算 那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头痛的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很快的帮我们解决 比如说你要去换算两个日期之间相差几年月日 然后或者是一个两个时间相差多少十分秒 大概会有这些问题 另外的话显示出来格式也有问 就是格式部分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Today 我想Today应该最容易 比如说你今天要显示 假设在这边显示今天的日期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日期及时间里面的 找到那个Today这个函数 Today这个函数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它不需要任何引数 只按确定 它会回传给我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日期 那你会想这个日期 它里面到底是怎么组成的 那为什么是一个日期 实际上根据那个官方说法 如果你把滑鼠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那因为它回来的是一个日期 Today返回来是一个日期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把格式改成什么 格式改成那个日期 然后日期它会用一个预设的这一个 一般我们常用的 那假如说你把那个格式改为通用格式好了 也许我们预设的格式 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会变成了一个数字 但是别注意 其实呢 日期在以色列里面储存的 真实储存的 还是储存一个数字 那你想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其实很简单 根据官方的说法 它这个数字是 你现在的日期 跟那个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这边有42,453 实际上是跟什么比呢 跟那个1900年的1月1号 1900的1月1号 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明天的话 那理论上它应该是这个数 今天的数字再加1 那后天再加1 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 那往前推往后推 所以呢 以后 你们如果要计算那个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把后面的日期 减掉前面日期 然后记得把那个结果 它回来可能会是一个日期的格式 你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数字的格式 那就会是天数了 那当然呢 计算日期 比较麻烦的 并不是在几天 相差几天 而是在几个月 比如说你算那个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有30天 31天 或者是28天 29天 这样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全部都用30天来算 另外呢 还有就是年的部分 这第一个就是有关那个 日期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第二个格式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格式用预设的 是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切到那个综合练习题 各位可以看到综合练习题 这边有一个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里面显示出来的是 预设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可是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预设的格式 帮我用什么 用民国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本来的斜线 帮我改成点 这个点 第三个就是说呢 在这个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是个月 各位处的那个月份 或者是那个日的话呢 前面要补零 这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格式后面呢 还要加上什么 周期的讯息 那总共有四个问题 该如何解呢 其实 应该各位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格式 你可能 不是 你需要看到的那个 或者你客户希望看到 或者你老板希望看到的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修改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未来 你会需要用一个格式一样 出生格式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日期 那当然预设的是 西元年嘛 对不对 西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民国年的话 那因为 这里下有个中华民国历 不过全世界大概 Excel里面有中华民国历 大概只有台湾而已 其他地方应该不会用 不过 假如 我们今天需要是一个中华民国历 那希望哪一种格式呢 你会想说 刚刚那个东西呢 在这边好像看不到 不过有一个比较接近的 也许是这一个 有没有 90斜线3 斜线14 但是呢 它还是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不过至少是民国年 那后面还有三个东西要修改 比如说斜线改成点 另外各位数字把它加零 最后呢 再加上一个周级 那怎么做 其实如果以后改 那你可是呢 你改个接近的之后 记得呢 再点选下方一个制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制定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的格式 其实呢 都是依照这一个制定里面看到的这个字串 里面去决定的 那假如说你今天希望 我们第一个啦 如果你希望把那个什么 斜线改成点的话 很简单嘛 把斜线delete掉 加个点不就好了 OK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上面变成点了 好 第一个 第二个话 如果说你要自动帮你把那个月份跟日 单就是说呢 各位数补零的话 很简单 记得M再加一个M D再加一个D 也就是MMDD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呢 它是就是 一位数的话呢 它自动帮你补零 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呢 那我希望在后面加一个刮弧 然后呢 希望出现周级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在那个我们的Excel格式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你把它切到C例里面 C例里面就有个什么周级 但是你不知道周级 这个格式怎么下 不没关系 你还一样可以切到制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制定里面的 分号前面 在中刮弧后面 这个就它格式 实际上 周级呢 在Excel里面的格式是三个A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日期里面的什么 中华民国立的这一个 对不对 制定一下 然后把这边 改过来的话 一把它先改成点 二的话呢 改成MM 三的话呢 再把它改成什么呢 这边 然后再来就是 把这个刮弧加上去 然后里面放三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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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格式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有些格式如果不存在 没关系 你可以到制定里面呢 去把它产生出来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格式就出现了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几个啦 第一个 Today函数 可以产生今天日期 第二个这个日期怎么产生的 第三个呢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 像这样的格式 要怎么做 OK 好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就产生了 再来呢 奥运的 假设奥运的天数是 2016的8月14号 假设这一天 那 那个 剩下几天的话 那你很简单嘛 这边有今天日期 这边有未来的日期 8月14还没到 那两个相差几天呢 其实根据刚刚的说法 等于什么呢 后面的日期 未来日期 减掉什么呢 今天的日期 因为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字 减掉另外一个数字 打勾之后的话呢 回来就会也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 有一种情况 日期减日期 它也许回来 也是给你一个日期 那没关系嘛 你就再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格式 或者是数值 OK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 哎 有没有 就帮你把那个 奥运剩下几天告诉你的 OK 所以实际上 计算天数 天数非常简单 那可是问题呢 要计算年跟月 这就比较头痛了 那前面好像有用到一个 叫dative函数 不过这个dative函数 我们需要自己打上去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之前那个范例 有讲到那个 有关那个dative可以算年的部分 那可是呢 除了可以算年之外 有月 有日 还有后面还有三个 有没有 不理会年的月 不理会年的日 还有什么 不理会年月的什么日 OK 那这边有好多种的计算天数的方式 最主要是我如果希望 底下这边有一题 计算那个出生日期 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几岁了 几个月 又几天 假设你今天希望 把底下的叙述放在这边的话 那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首先的话 就是 先切到那个today 然后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 了解一下 日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跟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会出现四万多天 四万多 那个是 比较之后的一个数字 那第二个是格式部分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够参考那个综合练习的那个 1月1号 从综合练习 里面有一个那个 民国年的那个格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那个格式的话 那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 后下方有一个就是 奥运倒数 就是跟 假设好了 今年的奥运是 8月14的话 那 剩下几天 OK 所以计算的方法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好 谢谢大家